诗童 你没事吧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 诗童的父亲刚才急诊住院了 他让我来帮忙 什么 这么大事你怎么没告诉我 段飞哥 你刚才干嘛跑得那么快啊 诗童姐 你也在啊 你那么忙我哪用得起你 刘峰 送我回家吧 好的 许童 你听我解释 不好意思 请让一下 许童 段飞哥 你不是来请我吃饭的呀 你不是说好要吃饭的吗 我把你送回家 你别再给我惹麻烦 吃饭怎么就变成添麻烦了 不吃就不吃呗 咖啡 咖啡 先把鸡胸洗干净 切成块 妈妈 你怎么非都能把菜做的那些 我一定能做好 这间框手切得有点太大了 快进去 我说切成块也没说切成多大的块 乖 你怎么那么倒霉呢 大为金币 公司有一件事 不认为你欺负我 不认为你欺负我 不是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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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做的 好 你怎么让我嫁得这种人 到了 回家吧 抱抱带走 抱什么抱啊 抱抱吗 我还有点事情 我先走了 好吧 你注意安全 拜拜 拜拜 妈 我回来了 又回来这么晚 不听话 人家本来情绪挺高的 一跟你说话 你又不开心啊 这孩子怎么说话 妈 来 妈你来来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 我今天特别开心 别转 别转 我头晕 我高兴嘛 又有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刚才断飞肚子就这样 今天呢 还在让我的脑袋 没大名笑呢 你赶紧上楼洗洗睡去 那我上楼啦 去吧 别离开心 你不怕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前来 韩总 我让你准备的事情怎么样了 都已经上校搭理好了 当然 还有一些不算太听话的 我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 现在红顶 大部分重要的中层干部 都已经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我相信很快就会离开工地 我倒要看看 这么一大批中层干部忽然离职 那云诗童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我相信云诗童这一次 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 一会儿开完会啊 我要去天亮集团 你去给我回车吧 是 这就去 这个柳峰我已经调查过了 他早年和云总在童云所学校读书 两个人天天在一起 他平时形势很低调 必定也很干净 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很干净啊 至少我调查出资料里 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让我查他该不会是因为他跟云总 怎么可能 我只是觉得 他一直出现在尸童身边 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 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没什么 没什么 对了 我也发现一个事 你看 河南银行账户 最近先后打入了五十万和八十万的汇款 资金是谁汇入的 能查到吗 我只查到了一笔 确定是公司内部某个人给客来的 看来 赫兰确实是背叛了尸童 赫兰是尸童的好朋友 我怎么跟尸童解释呢 是啊 老大 你为他做了这么多 可他却什么都不知道 值得了吗 这是我的任务 没什么值不值得的 这些事 我都不用知道 由我来解决就好了 我来解决了 在演示手机客户端产品之前 我要先公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决定 撤销断飞的监察组组长身份 以后监察组的事宜 由我亲自负责 为什么 总裁的决定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这件事我必须要一个理由 我为这个监察组 付出了这么多心血 你凭什么随随便便就撤掉我 在这个问题上 我赞同云总的意见 韩副总 这件事跟你有关系吗 云总 我需要一个解释 好 你要解释是吗 自己看吧 自己看吧 作为一个监察组的负责人 私生活竟然如此的不检点 这让我很怀疑你的信用和作风问题 你这样的人 我没法相信 你还能继续胜任这一程 这个我可以跟你解释 解释 我要是你的话 草就自己滚出去了 免得在这儿丢人现眼 好 我走 好 第一件事说完了 接下来 我们开始会议吧 今天的会议先到这儿吧 散会 我给香港人 快 because 偿 你 再下 lip want us in 4.25 您走 我们这些人突然都有辞职 辞职 快 由疑 人口 由疑 在二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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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部长 你就消消气吧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段飞 你快点去看看吧 很多中层闹着要辞职呢 跟我没关系啊 我不去 怎么叫跟你没关系啊 万一遇到员工暴乱怎么办 这难道不是你安保部门的职责所在吗 段飞 云诗童现在一个女孩子在那儿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我说完了 你爱去不去你 云总 人各有志 你们有权利干涉我们的退留 赶快给我们办手术 你要是不同意 咱们法龄要件 你根本没有能力挖二红顶 对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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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们都考虑清楚了 那就都走吧 我同意你们辞职了 我同意你们辞职了 怎么办 没事吧 浅雪 我想去医院看看我爸 公司的事都交给你处理了 好 韩总 您这招可真够阴的 直接把云诗童逼上绝路呢 魏总 你过奖了 过两天股东大会 这才是我计划的终极一步 万一 我说万一 您在股东大会上 没把他推倒 反而让他的电商计划实行了 可怎么办 没有万一 之前 我们已经提前知会了各大股东 他们会跟我们在一个战线上 高 我自愧不如 还得是咱们两个联手 才能赢天下 那好啊 eighth 你甚至可以 我们在股东都说了 我们在哪儿去 有代表我们有名字 也不是有名字 他不得我 也不得我 我根本一个人也不足 我根本就想想知道 你自己想想想想想看 你这个傻丫头 爸 给你熬个鸡汤您喝点吧 我姑娘会熬鸡汤了 是倒飞掉的吧 别提她 怎么了 你们有吵架了 没有 爸 别多想 你又瞒着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 你就别追问了 有些事情我也不想说 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 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错误只会越来越错 不是吗 童董 我觉得你们是非常合适的 你一定要相信爸爸 爸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 因为你们带着那一个约定 一个玩笑 我们两个就要互相伤害得过一辈子吗 你们两个不是互相伤害 你们是 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告诉爸 我把他监察总组长身份撤了 什么 爸 你根本就不了解段飞 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把这样的人继续留在监察组 才是真的养虎为患 爸 你知道吗 他在外面居然 居然还包养女人 这是谁跟你说的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 我没有误会 也没有人告诉我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童董 爸 你好好养病吧 我先走 你 我是车子 你 柳丰 你怎么来了 我觉得 还是应该过来看看 最近看你状态不太好 有点担心 你运输他还好吧 他刚才已经睡下了 那我陪你坐坐 再来聊聊荷兰吧 再来聊聊荷兰吧 怎么了 你不觉得荷兰最近很奇怪啊 有什么奇怪的啊 你觉得她会伤害师童吗 她应该不会伤害师童 可是想要利用她来伤害师童的人 应该不在少数吧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啊 清雪 云智童根本就不信任我 我即使担心 那我们怎么样 离宫 她肯定导想要救她 我疯了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你自己也想要遇上 一个人可以 诗童 不要再有压力了 有我在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以后 有什么难处的话 你就告诉我 别再自己扛着了 六峰 你别这样 我先回家了 点心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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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这个已经拆开了 不能退 凭什么不能退 我的票在这呢 真不能退 女士 你算老几啊 你说不能退就不能退啊 东西已经拆开了 真不能给您退 你这是什么态度 不能退 是吗 好 我要见你们领导 这见我们领导也没有用啊 这是我们这个规定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规定 我现在要退货 我要见你们领导 好吗 女士 我们还要做生意 这样吧 我给你一张可以打折的会员卡好吗 会员卡 太搞笑了 我不需要 我要见领导 我要退货 女士 不好意思 非常抱歉 实不相瞒 我们的总经理 副总经理和店长都辞职了 什么 全部辞职 秦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商场那边出了事 客户打电话来投诉 大家都人心惶惶的 我想跟你商量监察组的 第一 我是你的上级 听你叫我云总 第二 监察组的事 会议上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你没听清楚吗 段部长 出去把门带上 不是 是 林总 我想跟你说 别再说了 我是不会改变我的决定的 但是我觉得你 你才来红顶多长时间 竟然敢在这儿跟我讲道理 林总 我觉得秦雪 你也不要替她说话了 段部长是怎么来公司的 我们都知道 林之头 你别太过分了 这样就叫过分了 那你应该还没有见过 什么是更过分的吧 我 秦雪 继续刚才的话题 秦雪儿 我听说主人不见了 主人跑了 我听说 主人欠了一大庇物债 跑了 我听说主人得了决政 最后把咱们的钱都捐跑了 那咱们钱怎么办 谁给咱们发工资啊 先干活吧 好 来 大家安静一下了啊 云总啊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你说咱们公司 如果按照老总裁寂静的方向 这么持续发展下去 不是挺好 可是您呢 非得带领着我们大家伙 搞这个所谓的公司改革 推行电商计划 这 这么一弄可好了 大伙瞅瞅 您瞅瞅 公司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仓库出大乱子了吧 是不是 商场那边紧接着又出事了 我的云总啊 我知道您是一个有报复有理想的人 可是您不能拿着我们这公司 陪着您玩吧 您作为公司的这一把手 现在出现这么大一烂摊子 您得想个办法给解决了吧 是不是的 推行公司改革 并不是引起这次各部门干部辞职的原因 我猜 林总 刚靠猜不能解决现实的任何危机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解决的方案与方法 那韩副总 您有什么好的方案呢 第一 停止电商计划 第二 加大对原板块的投资 第三吧 第三吧 第三是什么 第三是 我认为你应该主动辞弃 红鼎集团总裁的职位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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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总说得没错 云总接任公司的总裁之后 我们红鼎集团面临了多少次的危机 我们到底还要经历多少次的危机 我非常同意韩副总的事 是是是是是是 你应该考虑得来不及发生前景 老是不乱下去 是是是 你才有钱吃饭的呀 是是是 第一 只要我还在这个总裁位置上一天 我绝不会停止这个电商计划 第二 集团现在已经到了 必然要革新换代的时候 请各位都想一想 红鼎与你们的关系 第三 我绝不会主动辞职 去 您刚做完手术没几天 怎么就坐下来了 医生说我恢复得挺好的 没什么问题了 那也不行呀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听你的啊 文文啊 妈妈这次能够手术啊 多亏了人家段飞 段飞是个好人 是啊 现在这年头 像这样的小伙子可不多见了 妈 你说这干吗呀 你说她有没有女朋友啊 妈 妈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啊 我家文文 什么时候能给我带个男朋友 回来看看呢 您呀 还是先吃口橘子吧 就知道赌我的嘴 来 正好 张飞 说什么 你跟张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她呀 她非要跟我签什么包养合同 要不然就不收我的手术费 什么手术费 她妈需要一笔手术费 我给了她钱 她说不签包养合同 就不收这笔钱 我根本就没把这个合同 当回事 真的吗 真的 那我觉得 你要跟石头 好好解释清楚了 你不是都看了吗 她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段飞 石头现在是真的非常需要你 什么 刚刚收到的消息 今天早上 所有中程人员全都请辞了 联系他们了吗 什么方法都用过都不行 所以她是真的着急了 才会对你这样的 短时间内 转移这么多中程人员 这不是个小事 给你 手里有用吗 谢谢啊 我马上去吃 等一下 你晚上 请石头吃个饭吧 我觉得两个人 当面解释一下 面对面才是解决问题 最好的办法 知道了 来 进来 韩总 魏天亮那边 什么情况 他们已经开始 着手袭击运势桶了 袭击 这可一天啊 就会这么一招 早晚一火上身 韩总 反正又不用您动手 他们爱怎么解决 就怎么解决吧 我就是想让云南下位 没有必要搭上性命吧 韩总 非常使气 非常手段的 哎呀 哎呀 高进啊 难道你不觉得吗 我们虽然和云志同不合 但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都是希望红牛集团能够壮大 这叫逗而不破呀 这也是为什么天亮集团会找我们合作 因为他们 还吞不下红顶 如果云志同遇难了 可以这么说 我们就少了一个盟友 却多了一个敌人 韩总 您会不会想多了一些 毕竟魏天亮是红顶外部的人 如果他真的想吞命红顶 应该早就与我所作为 你怎么确信他们没有什么举动呢 算了 我就是随便地说说 钟平呢 还跟在云志同的身后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是 老大爷的 怎么了 老大 这么着急 红顶纵存人员一夜之间辞职了 现在闹得人心惶惶 是吗 练习不上了 红顶集团 基本处于停工的状态 怎么会这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一定是韩元餐搞得对 这招狠 那红顶集团 岂不着带换血 就怕没有血可换 那公司这么乱 大嫂一个人撑得住吗 他一定要撑住 老大 说吧 怎么办 我们现在马上去调查理员名单 把他们之间的关系 找出来 是 哥哥 小九 你配合拔马迹 把他们给我查清楚 开始行动吧 还有事 行动吧 嗯 老板 韩元苍那边 要开始行动了 好 好 终于要开始了 那接下来您看 把云师同除掉 能让红顶集团彻底混乱 就算的韩元苍继任总裁 也没法一下解决所有问题 现在是天朗吞并红顶的最好时机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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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去吃饭 好好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听到了没有啊 好吧 你好好想想啊 我先把你拿起来 加油 好 喂 石头 怎么了 听说你们公司又陷入了人员危机 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不是 因为这件事 想问一下 昨天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一条手链 我帮你收好了 谢谢你 老风 那我明天过去找你取的可以吗 不用麻烦你了 要不我现在给你送过去啊 现在真的不行 公司这边还有一堆事情要注意 还是明天吧 要不这样吧 明天我们老地方见 好 那我们有几点钟 那明天见 明天见 你找我什么事儿 顿飞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我公司每天有多忙 如果你只是想单纯地找人陪你吃饭 我想应该有的是人吧 但是对不起 我没空 我坐也坐了 水也喝了 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快点说 你真的不想听我解释吗 我一点都不想听你解释 你也解释不清楚 这是主厨 今天的推荐菜 他明明是你的错 你们 是否没人才来说 他还没有信心 不是 我曾经历나 我曾经历了 有时候不去 你还没店银 我曾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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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淡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能有什么事 最近公司平民出事 所有事情都压在了她一个女人身上 老淡 你也理解她 我理解 我理解 怎么理解 可能我不懂感情 但是我懂女人 一个女人外表再渐渐冰冷 她也需要有一个怀抱 去融化她 我知道了 谢谢啊 老大 加油 加油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想跟我聊 我们好像没什么可聊的吧 那你想聊什么你说吧 你打算在我家住到什么时候啊 什么你家我家 住到我办完事吧 不是跟你说的 那什么事啊 你不知道 红领集团发生那么大的事 你不知道 原来这件事是你做的 当然说 除了我郑城强 你觉得还有其他人能办到我 那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 怎么突然关心一些我的事来了 我只是这两天想明白了 我只是这两天想明白了 与其那么拼命的去帮别人 还不如来帮你 好啊想明白了好啊 但是 红领集团 没那么什么办到啊 那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嗯 我要杀了 迅士同 去吧 云总啊 真是没想到 这段飞啊救了我的命 却弄巧成拙 让你给误会了 都是我这不懂事的女儿 阿姨 没事的 我都知道了 现在耽误之急 你要养好病才是最重要的 云总 都是我不好 你也别怪段飞了 真是太对不起了 没关系 我都知道了 段飞她做了好事 我是不会怪她的 你知道就好 这样我就不会内静了 其实也是我不好 我不该问都不问就跟她生气的 段飞她也真是的 跟我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误会解除就好了 嗯 这样我就放心了 嗯 阿姨 文文在公司表现得特别好 您一定要快点康复 出院之后让她好好孝敬您 好好好 文文啊 回头在公司啊 好好地表现 可别辜负了云总对咱的期望 好 知道了 慢 阿姨 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董先走了 好的云总 辛苦你了 谢谢啊 拜拜 姐 慢走 行啊 咱快去吧 咱快去吧 红兰姐 工作室 没关系啊 先趟先ろう 你睡觉了 你睡觉了 我出来办点事情 怎么了 我觉得你有急事 你方便回来一下吗 荷兰姐 你怎么了 我们见面再说吧 好 那你等着我现在就回去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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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姐 什么事啊 时通 别废话 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 有什么话这么着急啊 刚才哭过了 时通 你赶紧离开天海吧 时间不多了 你是 你在说什么啊 有人要杀你 你是斗不过他们的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荷兰姐 荷兰姐 我们先回家好不好 你这怎么说的都是一些 莫名其妙的话呀 我背叛了你 我背叛了你 背叛了红顶 我是个叛徒 是个叛徒 荷兰姐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挪用过公司的资金 泄露过公司的机密 我一直跟前夫联系 私下帮过韩云仓 一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 我全部都参与其中 荷兰姐 还原仓和天浪的集团 早就私下勾搭 鸿顶集团发生的所有事情 全部都是他们在搞鬼 够了 你不要再说了 绝团 真的对不起 你这一来 我都把你当我的妹妹 我一直想在你的背后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竟然背叛了你 真的对不起 我也把你当我最好的姐姐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世童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是卑鄙无奈的 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你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来保护你好不好 你太天真了 世童 没有人可以救得了我 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不可能 你现在不理智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我没有清醒 我早就清醒了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你赶快离开这里 好不好 好 果然是姐妹情深啊 我差点都被感动了 郑春强 你来干嘛 你当我傻吗 你刚才那么反常 原来是 要告密啊 何文姐 她怎么在这儿 我今天是专床为你拍的 郑春强 你休想动他一根寒毛 我 郑春强 你觉得你能保护得了他吗 你就收手吧 是从他到现在 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的事情 要说错的话 那也是我 真是对不起来 我 没有我的是你 何文姐 你不要乱来 何文姐 沈丞强你这个畜生 畜生 我让你今天见识见识 什么叫畜生 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你不许过来 云总果然气质不凡啊 只不过这么漂亮的大美女 你又是死了 我也可惜了 你个混蛋 火爆瓶血啊 火爆瓶血啊 我喜欢 只不过老子今天没有时间陪你玩了 你放开他 你放开他 总飞 又是你喜欢的 放开他 我知道你能打 你又能怎么样呢 每一次我的计划 都让你给破坏了 我今天呢 别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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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兰姐 乌兰飞 你 你 我 贺兰姐 你不会有事的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要 好好保护我 湿疼我 我 原谅我 我原谅你 我原谅你 你 我必须你闭上眼睛 贺兰姐 贺兰姐 贺兰 贺兰 你救救她 你救救贺兰姐 贺兰姐 贺兰姐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秦雪 你冷静点 现在盛东的状态不太好 明天一早 公司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盛东这边 我会照顾好 你负责把公司稳住 别人更多人知道就有消息 能做到吗 那先这样 我都不想说 感谢配合 有什么新的情况 请继续与我联系 我一开始就知道 和兰姐所有的事情对了 那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 你把我的和兰姐还给我 还给我 对不起 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我 我就不会来找她了 她就不会出事了 你混蛋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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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是我不好 没能照顾好你和你身边的人 都怪我 我是混蛋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 知道了 你一定要坚强 你让云士东跑了 你还有脸回来 没走 是我大爷了 是我大爷了 你站着站着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将功闭嘴 你让现在柳峰和韩元昌 你在背后怎么受不了了 伟总 你听我解释 本来是这样 本 云士东本来已经被我护着了 一切都很顺利 谁知道那个段飞 谁知道他把什么什么冒出来 不是段飞 是是是 咱们又是段飞了 是是是 那荷兰呢 荷兰 荷兰应该死了吧 应该 是 什么他妈叫应该 魏总 再给一次机会 魏总 魏总 现在外面风头肯定特别近 你去外面避避风头 等通知吧 行 行 谢谢魏总 滚 谢谢魏总 哪里 魏总 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 云士东 被救走了 什么 他被救走了 又是那个段飞 还好 荷兰死了 什么 是不是警察又开始调查了 你们办事 怎么这么不谨慎呢 看来 魏天朗和韩元昌 都已经坐不住了 刘芳 你做得很好 多谢我花家 外面越乱 局势就对我们越有利 接下来的关键点就是端飞 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 走进我们的圈道 记住 穿住气 才能掉到大雨 好 明白 秦雪 嗨 志明 秦雪 你怎么了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没什么 可能是再往门睡好吧 应该就是这些吧 赶紧给老大送过去吧 我知道你心情够好啊 但也不能这样折磨自己啊 我知道你心情够好啊 我都开始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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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么事不能跟我说啊 你怎么回事 端飞 志龙现在怎么样了 我 我能去看看他吗 好 我知道 这边 那个 我有事出去一下 我和俊诺都不在公司 就交给你了